80岁小姐姐从来没有来过赌场 却将自己所有养老钱全部锁哈 没想到小球果然停在8号 眼看自己的筹码突然翻了10倍 小美瞬间上头再次下转 而这次小球竟然还是停在了8号 所有人惊讶的全部开始鼓掌 然而小美不但没有赶紧溜走 反而又将自己刚赢的筹码再次锁哈 旁边的小帅劝她不要不知好歹 而小美却直接将她无视 看着何关将筹码垒成高塔 小帅的娇气被吓得目瞪口袋 接着罗盘开始缓慢转动 所有人都紧张地停止呼吸 而小球竟然还是停在了8号 整个赌场的人全部走来 足足为她鼓掌了半个小时 之后小美又选择了其他游戏 尽管这些她从来没有玩过 并且连游戏规则都不清楚 但当她将玉手用力一甩时 所有筹码便会手到擒来 面对如此嚣张的小美 旁边的赌神直接变得有点懵逼 而小美之所以会有如此好运 只是因为她在国庆节之前 花了八毛钱为自己补了一挂 占卜人看到小美硬堂极黑 便肯定她今晚运气必将爆炸 结果刚离开赌场运气就开始消失 就在她回家的途中 没想到身边的老头突然躲屁 而她的手里竟然握着 整整500个W 80岁小姐姐第一次坐公交车 没想到却意外捡到500个W 小美看到死者的胳膊上 有条黑曼巴纹身 不但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直接将整袋钞票全部拿走 第二天她再次来到赌场 依然嚣张的气焰让赌神瑟瑟发抖 本以为小美会像昨天那样大杀四方 没想仅仅一轮就输掉了所有筹码 残忍的现实瞬间让她摩托便单车 不得不拿起包离开了这里 回到家后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想要再次抽烟时 却突然发现了昨天的幸运数字符 这个物品瞬间让她想到了什么 接着她再次找到算命的老伙计 诉说了今天在赌场的不好运气 占卜是赶紧安慰她 表示她的运气其实还没有离去 只要写张纸条很快就能回来 之后有了运气的小美再次来到大街上进行消费 然而当她回家时却看到了几名不速之客 两位自称黑曼八王八的人 询问小美是不是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看着两人凶巴巴的气势 小美心里虽然极度害怕 但却并没有承认钱是她拿的 还告诉两人自己的暴脾气老伴很快就会回来 虽然成功将他们吓走 但小美知道躲得了出一旦跑不了庙 便索性到保镖公司消费一波 经过专业的讨价还价后 小美同时八个W请来强哥 有了强哥的保护后 她的心里顿时感到无比的安全 于是晚上便做了丰盛晚餐 想让强哥过来一起用膳 可羞涩的她根本不好意思 聪明的外孙与奶奶心有灵犀 在两人共同努力下 强哥同意一起吃饭 外孙被强哥帅气的外表深深迷恋 没想到这时房门突然被敲下 原来是外孙学校的舞伴小壮 两人来到屋内开始排练 接着外面又有人敲门 原来是邻居大山被小美外孙吵到 想要让小美管好孙子 没想到开门的竟然是虎背熊腰的强哥 被强哥一顿奥历给后 她只能敲咪咪地离开 第二天小美打算去做个头发 她让强哥去买和7.5元的塔衫 没想到黑曼巴的人直接趁虚而入 他们根本不会怜香惜雨 一进来就开始威胁小美还钱 还打算不断地折磨她 还好强哥纹身赶来 框吃几下就把小卡拉胖揍 此时小美感觉事情有点不简单 她赶紧找到自己的狗仔朋友 想让帮忙调查一下公交车上死去的老头 而朋友则告诉她 那人是平头割网巴的网管 因为薪资待遇早就想跳槽到对面的黑曼巴网巴 那晚在公交车上 她正要带着平头割网巴的所有盈利到黑曼巴进行跳槽 没想到刚上车就隔屁了 现在整整两个网巴的人都在寻找这笔钱 尤其是黑曼巴网巴的老板 只有找到这笔钱她才能证明自己清白 小美没想到问题会如此严峻 当晚黑曼巴网巴的人就敲咪咪来到了小美家 趁着强哥松懈之际筐吃一下将她撂倒 接着几人开始东摸西爪 听到声音后小美拿起平底锅 逮着一人就是筐吃一下 接着拿起花露水喷了另一个人一脸 但小美根本没办法和他们抗衡 危急关头强哥醒了过来 没想到稍微一用力 就将其中一人直接破防打死 第一次入室盗窃的小偷直接被防主当场打死 小美眼看到贼直接隐恨了西北 慌忙之下只能用塑料袋打包 让保镖扔进了小区垃圾桶中 小美和保镖强哥被吓得一碗没睡 担心警察会调查整个案件 然而当小美在去查看垃圾桶时 尸体果然已经消失不见 看来整件事情已经被人发现 强哥本以为自己接到的是正常的保镖声音 没想到竟然看上了一起黑吃黑 第二天就在小美泡温泉时 旁边果然莫名出现了一名女子 静香仿佛早就认识小美的样子 开始和她漫不经心的聊天 更是多次暗示小美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别拿 小美当场就听出了科技与狠火 静香也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就那样看着小美渐渐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的时候 看到静香手下依然守在外面 小美急中生至逃出了澡堂 没想到瞬间又和平投歌的人碰面 幸好静香手下及时跟上了 两个网吧的人瞬间展开枪战 小美再次出来时 发现双方早已于死网破 然而她突然就发现哪里不对劲 仔细一看才知道自己也受了伤 接着她慢慢回到家中 刚点上根烟就发现 有人在家里留了纸条 而家里早已被翻了个底朝天 对方绑走了自己的外孙 要求小美拿钱换人 而正当小美开始装钱的时候 强哥突然就赶了过来 他看到这么多钱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钱如果被对方拿到 肯定会中了对方的圈套 强哥将所有钱狠狠抢走 但就算没钱小美还是要去救孙子 而对方根本就不是傻们 打开背包后发现是一堆废纸 他们立刻就打算进行私票 小美眼下毫无办法 只能恳请对方让自己慢慢打工还债 然而就在走投无路之急 突然一群拿着枪的人莫名出现 现场突然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但小美根本不怕想要救孙子 最后被手枪狠狠击倒 突然强哥文生赶来将小美救下 原来他拿走钱全部给了镜香 要求他将小美还有孙子全部救走 后来小美成功被治好 他成功帮助平头哥将黑曼巴铲除 最后不但获得了300万 还与自己家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咱们可以持续 然后让我去哪里 再试下 、好 我们的 大